可这是猫的呢 干啥呀 干啥呢 小姨子 干啥呢 姐夫 这是啊 姐夫 你看我这手 干啥呢 手头得紧 我给你松松啊 就得钱呗 你哪老姐钱呢 没有 这不月底了嘛 我这个钱花差不多了 没有 别想那样 姐夫 我跟你说 你要是不想借我呢 我就给我借打个电话 那天晚上啊 不知道谁呀 跟小树人的事啊 你有病啊 借我钱就不说了吧 就得一次啊 嗯 借多少钱 三千五千的呗 你哪借那些呀 主要是吧 这不是换季了嘛 那不得买点衣服 买包 买点鞋啥的吗 那怎么换季呢 那个呀 那一年你四个季度不得买衣服吗 行行 你这点我给你出个题 你要能打上来就给你了 马上这好事呢 嗯 来吧 说 什么东西 上山四条腿 下山三条腿 上山四条腿 下山三条腿 啊 我知道了 那老头 你说爬山的时候 他是不是得四个腿爬上去的 你等下山了 猪拐棍下来的 对不对 那老头做了雨上山的话 那还六个轮上去的 啥玩意呢 这题不算 你再出一个 还出啥了 就告诉你不就这一个题嘛 不是 这给我是机会呗 你这玩意 你不知道起来吧 我还忙 行 给我叫打电话呗 你哪老打电话呢 哎 回来 少拿点 行不行 行 都久了去工作些呗 那行 那我再给你个机会 那个说话那花大姐是公事母 给我叫打电话去 哎 给你拿五百 八百 八百 一千 一千 一千五 两千 这行了